late 謝謝 非常高興跟這個喜愛天主鼠車車的 在這邊互動 我覺得天竺書車車非常非常的可愛 小孩才看鬼面之刃 大人都看天竺書車車車 那今天的演講大概就是50分鐘嘛 那是靠大家掃這個平板扣 或者到slido.com 01222021 那要記得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高越會浮到上面 那浮到上面的呢我就會先講 好比想說我就知道在場有25位朋友 就是成熟的大人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了 有1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數位浪潮之中 常發覺部分人員抗拒是故意轉型 或者認為數位是特定小數部門才需要的 其實這樣讓整體客戶服務成效降低 和浪潮脫軌 有數位轉型熱情的人才流失而抗拒人 卻仍叫固守思維 有點一個 請問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有怎麼樣的KPI 能夠量化範疇輸出的程度較弱的人員 讓我們在這個事不可擋的數位浪潮裡面 能不能有效率知道問題的人員 比問題的關卡是什麼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誤解 而且很多日本媒體問我都把我當作什麼IT大臣 可能大家有提過這個字喔 那但是其實對我來講IT跟數位是完全兩回事 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起來的技術 資通訊技術嘛 那如果是人跟人之間聯繫起來的話 其實重點就不是什麼KPI 因為KPI它能夠Mention它能夠量度的是你的產出 但是它很難夠去量說 那我們在文化當中 人跟人之間是怎麼樣比較緊密的連結 這個是可以用一些直信訪談啊 這些方式來去的 但它非常的難量化 那而且更不太可能做成KPI的形狀喔 所以我主要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與其是要量化的去看待 個人的產出 不如去了解到說 數位的意思就是不止一位 數位就是很多位嘛 數位麥克風就是很多個麥克風嘛 數位正位就是很多個正位 沒有我們也只有九個 所以不是數十位嘛 數位 對 但是我們一直都說 數位並不是說 只是0跟1而已喔 那我之前也有被這個 Helot Cohen他一個經濟學家 他有一個那個Podcast 那底下就有人留言說 欸這個傢伙說他non-binary喔 又說他是digital minister 這兩個不是很矛盾嗎 因為digital應該就是0跟1啊 是二次英文 那我說我是非二人嘛 那我就說不是啊 我指頭有10個啊對不對 所以我是decimal 就是實境位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去想數位轉型 先去想說怎麼樣省彼此的力氣 如果我們有10種不同的專長 我們把每一種它在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讓其他人在自己比較不擅長的事情上面 能夠節省一些勇士 節省一些勇的工作 先不缺耗高霧能 想說最新的什麼大數據啊 區塊鏈啊什麼東西要怎麼導入 而是說我們在做什麼工作的時候 覺得自己一直好像工具人一樣 就是在做一些重複性的事情 然後先節省補短 把這些部分自動化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自然就會有一種 大家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協助的這個感覺 所以我會鼓勵對於數位轉型有興趣的 有熱情的人才 重點不是去創造什麼新的服務 去創造什麼新的做法 而是說先把你旁邊的人 就是最花時間的事情 想辦法每天省掉他半小時 那省掉他半小時之後 他就有那個空去聽說 你在做哪些事情 可以讓服務的品質提高 而這個時間精力節省下來 品質提高之後 再去想出類逃動 再去想創新 那這個時候 未來的這些KPI 其實就不是我們現在的這些KPI 去把它外推 而是大家都可以想到 某一些出類逃動的事情 可以來做 所以就好像說 我們如果沒有slido這個工具的話 我自己在這邊滔滔不絕 我想大家不會舉手打斷我的 但是在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數位麥克風 大家都可以貼一些 有的沒有的包含什麼 如果腦脫控制客戶 這些問題 這個我相信如果舉手的話 應該是沒有人會問出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數位的麥克風 怎麼樣去改變這個文化 那這不會是說 現有的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在既有的KPI裡面 往前推 而是說一天到晚都可以有這些新的 乍看之下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其實它是真的反映 大家想要用腦波控制客戶的 具體的需求 具體的期望 所以也很值得我們來想一下 這13位朋友 支持這個叫做弄油者的這位朋友 要怎麼樣腦波控制客戶 其實這個答案 這個朋友的名字就已經回答了 怎麼樣子控制別人的腦波 你要先控制自己的腦波 怎麼控制自己的腦波 就是要多睡 每天要睡到多幾個時間 如果你一整天下來工作很累 但是其實你有一些學習 而你沒有睡到足夠的時間的話 其實這些就等於是白學了 因為我們在睡眠之中做夢的時候 是把短期記憶寫到長期記憶 我們自己就是看待世界新的方法 所謂的insight 所謂的真正的洞見洞察 大概都是不是做夢 就是做白日夢的時候冒出來 然後就是不管是晚上還是白天 都可以做夢 所以這位夢有者 我想已經掌握到這個精髓 就是說他就算是走路 都可以一面做夢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的腦波就可以進入一個 比較能夠去跟環境 做互相適應的這個情況 如果睡眠不足的話 那其實不管每一天 新的情況是怎麼樣 你都是在用舊的 昨天的前天的這個方法 在看其實已經改變了的世界 但是如果每天有睡夠的話 其實就可以用新的方式 來看這個新的世界 那等到你對你自己的腦波的控制 達到了一定的火候的時候 那就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講話的時候 雖然在逗號的時候 稍微有稍微換氣 但是因為這個思路很順 大家都還在處理 逗號寫的那幾個字的關係 所以就感覺上 好像我完全沒有換氣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讓客戶覺得說 原來他想到的東西 你也已經想到了 而且你是接續他的思路 在認真地傾聽他之後 而且說不定做了個夢 醒來之後 真的有一個洞見 是接續著他的 看世界的那個角度 那這樣因為中間很順 所以他就會不由自主 覺得說你講的真的是很有道理 你就達成了這個腦波控制的這個目的 大概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到 有十幾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美股是不是可以買特斯拉 我想提醒大家 這個投資理財有賺 投資是一定有風險 要詳閱他的公開說明 有九位朋友問說 請問他們我們每天有開過完會議 大部分的會議都冗長 而沒有效率 先通過原來思考人理師的對話 以及哲學思考 甚至可以建議有什麼樣的情勢的對話 或者利用如何思考框架 或者開會 讓我們的動腦會議 一步事情能夠更省時有效率 才能夠有讓客戶 以及外界亮眼的點子 以及解決方案產出 謝謝委員進來到期待 那是很強烈的一個 就他送一個email 有兩個驚嘆 表示優先順序很高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站著開會 因為站著開會腳會酸 所以你就不會開很久的會 這就是Stand up meeting 就這一個意義 Stand up meeting很少開超過15分鐘 到我們的程度就是 你不要提其他長話短說 他腳就已經酸了 然後就可以自然地去 就是該做什麼做什麼 那因為如果大家都是作者的話 作者的時候 其實你什麼都不做 或者是你滑個手機 或者是說雖然看起來好像有在聽 但事實上都在想天主屬車 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如果大家都站著開會的話 就是你的心思如果沒有在別的地方 就是沒有在這個地方 而跑到別的地方的話 那其實所有旁邊的人都看得出來 因為站著的時候 大家是非常mobile 就是有些講話的時候 所有人的身體姿勢都會往那邊去傾斜 所以彼此都可以很容易的去確認彼此目前的 attention就是目前的注意力狀態 那有這個注意力狀態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不用講太多話 就是先把自己做check in 就是我目前實際的心情 我的狀態怎麼樣等等 先快速的分享一遍 然後接下來就是問說 那有沒有什麼擋住大家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blocker 就是有什麼不解決 那我們工作就做不下去的這些事情 這個又可以再一輪解決完 那解決完之後呢 最後剩下來就是說 那有沒有什麼 有人挖坑 就是有一個想想的先的主意 那希望別人能夠來集思廣益 來加入來等等 那在這個時候 也只要講一個關鍵字就好 我想各位一定在公司裡面 都有像slack這樣子的對話頻道 所以有興趣的人 就再加入那個頻道就好了 這樣子大概10到15分鐘 stand up meeting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是具體建議 就是多開stand up meeting 然後少開這種就是作者 然後大家都在想天出數車程 這樣子的一種會議 那這樣子就比較多的時間 在真正的集思廣益上面 而比較少的時間 是在那個會議流程進行的 本身的這個時間上面 有朋友們問說 警官委員 初衛通訊傳播法草案 對於之後網路廣告的創作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目前以我理解它並沒有三度通過 這個都還是在早期意見證詢的情況 在上一個會期有提過一個草案 但是會接起不續舍的關係 現在再重新討論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 以本來的數位通訊傳播法 這個框架 跟網路的廣告創作的關係 並不是真的很大 因為它其實是保護這個網路的多元性 保護所謂的網路中立性 保護在上面就是 進行這些內容傳播的朋友們 每一個人都不是只是閱聽者 而且也是傳播者 是在一個傳播者 跟其他傳播者中間 有一個比較對等的關係 像傳統的那種廣電三法等等 都是單一的傳播者 其他人只是接收者等等的關係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說如果你們的這個工作 裡面有一些二創的成分的話 那數位通訊傳播法 也可以保障這個二創的事情 它可以更容易的被remix 那它在這裡面關於大家 所要負的權責、義務等等 或如果各位有用CC授權的話 這裡面跟著作權法 之間怎麼樣互相協調 跟人格權等等 怎麼樣互相協調 它是把現有的這個法律 如果它是只有面對面的時候 可以適用的一些法規 那它就用那種像僑解法 只是變成說在網路上 發生類似的事情 所以你要僑解回 怎麼樣子現有這個法律 所以至少就是在發生 可能有爭議的時候 它的解決可以變得比較快 不管是用訴訟外解決向仲裁的方式 或者是說訴訟內解決的方式 都會讓就是法官 不管他有多少年的網齡 看出來大概都差不多 這個是數位通訊傳播法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消除掉這些不確定性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會有正面的影響吧 有些位朋友們問你說 請問應該如何說好一個故事 不是這樣斷句 請問如何說好一個故事 我覺得應該要講一個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讓它有多創解讀 就像那個什麼下雨天游客天游我不聊 或者是如何說好一個故事 就是當你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如果你這邊的詮釋已經窮盡了全部的詮釋 而聽的人只能接受你全部的詮釋的話 那這裡面就沒有它創作的空間 所以有時候我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還會故意有一些錯字啊什麼 就是所謂的這個萬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你如果記得說 你曾經糾正過唐聰講一個錯字的話 這件事情你就記得比較牢 如果你記得說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 當年是因為我提供了一張便利鐵 所以報酬軟體才不那麼難用到爆炸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說好像該一座廟 這個裡面某個石頭裡面有你的名字等等 所以總之就是說只要二創 不管它二創程度再小 可能只是維基百科 這個你在操作業的時候發現 一個錯字順手修調 你還是會覺得說 這是我們一起創作的東西 那這個故事就變成一個參與性的故事 而不是只是別人講的故事 只是repeat它而已 那我覺得這樣子 才是真正的一個好一個故事 有七位朋友問說 請問在高校門的工作之間 已經之後 你會不會有壓力過載 混合交流失眠 過度亢奮的情況 如果有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我會選擇如何調適 如何舒緩 小米軍分享我們嗎 好 這有很多修飾符號 我想我主要的想法就是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就是睡覺就對了 那我如果沒有睡到八小時的話 像我昨天晚上就只睡了六個多小時 那我今天中午我寧可午餐都不要怎麼吃 我也要補睡回到八小時 所以現在精神又變得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人體它是精神上面是自己會調節的 如果你給自己足夠多的跟自己相處的時間的話 其實不管是焦慮啊或者是亢奮啊等等 它只要足夠多的時間其實都可以靜了下來 那在現在很多人的困難 就是它並不是真正在跟自己獨處 它在可能睡眠的情況下旁邊還是有一個可以滑的螢幕 然後就是半夢半醒的情況下 又忍不住要滑個幾下 就已經不是很清楚說到底是你在滑螢幕 還是螢幕在滑你的這樣的一個情形喔 那對我來講其實解決方案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就不去滑螢幕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螢幕都是這一支筆喔 就是對不對 上面有沾個什麼東西這樣子喔 就是或者是用鍵盤喔 我手會碰螢幕的時候只有在放它縮小 在兩個動作上面 而且是這個一沾幾走 絕對不會手好像手黏在螢幕上面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的大腦會告訴我說 如果我的手黏在螢幕上超過一段時間 它的就是飛行頻率太高的話 會有換支的這種感覺 就是好像說螢幕會變成我的手的延伸的一部分 那螢幕如果關掉了沒電了什麼 我還會有換支的那種疼痛的那種感覺喔 好像說好像一個螢幕都被搶走了 那這個當然可能是我的情況 各位一定都沒有手機上映的情況 但是就是分享我自己的情形 就是說我只要是隔著筆隔著鍵盤 那我就不會變成對螢幕上映 我也不會變成說好像硬要滑一下看看 上面有什麼東西 因為對我來講不管是透過鍵盤還是透過筆 我都先要有一個intention 我要先有一個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再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不太可能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拿著筆是很難一直滑的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至少是從下班開始然後到睡前 那就不要再碰觸控螢幕 你可以像我一樣 乾脆就是用那個Nokia的翻開機喔 那就是他要觸控意不可得 因為那根本就沒有觸控功能 但是那是智慧型手機 他可以播Youtube 所以他也可以播那個天竺鼠車車 所以他是真正的智慧型手機 對那但是只是他沒有觸控螢幕而已 所以就不會有上映的這個情況 那對我來講只要沒有上映的情況 然後又給自己足夠多的時間 那將他所有的壓力啊或者是亢奮暖和的 其實就是睡到足夠久的時間 就自然解決了 好的那又是一位二次元的朋友 想要問什麼 晉級的居然在四月交易日最終 看到我們的愛顏主席說他是自由的 所以他會持續的前進不會停止 不管在哪個時代 都會為了追求自由跟向前邁進 他不會把帕拉底島的未來 交給運氣這個放棄思考的事情 所以愛主席到底想要做什麼 請問愛主席到底看到了 怎麼樣的自由跟未來 我想他應該就是看到愛族的未來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愛族跟王族的未來 他看到之後 其實就像我很喜歡的一個電影 叫做Arrival 就是異星入侵 中文是這樣子翻的 就是在裡面有一群萬星人 他是已經看到未來了 可是這樣講也不太對 因為他其實是沒有時間的 這種前後的這種觀念 而是他是透過讓未來 透過他而來臨的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到 那這個就像我們講一句話 它是有可能傳遞訊息的作用 但是有的時候這句話 我要講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像說我剛把問題唸出來的時候 我到底要唸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還是要唸出來 因為這個是表示尊重這七位朋友 所以如果是大家都隨時是放在 這樣子一種感覺上 就是說未來其實他已經來了 就像你現在看這個題詞一樣 就是未來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未來就是需要有一個特定的人 就是讓未來透過他而來臨 那你就是那個人 你現在看到怎麼樣的未來 其他人沒有看到 那未來這一部分的未來 就透過你而來臨 那只要是透過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就可以看到就是拜主席看到的那個未來 也可以多多少少也可以練習一下 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反正問題很沒他 常聽說上以後唐鳳資訊上大 四五度有快 凡人即使專注也會跟不上 好像大家都沒有這個問題嗎 目前好像都有分享 但是很棒很精彩的情況 那所以A 請問委員在各地演講的經驗當中 有沒有為現場觀眾方蠻速度的經驗 以及B 問題延伸到上以後傳播 溝通上以後這個廣告公司的本頁 如果在有限時間 觀眾有限的注意力裡面 快速傳遞大量的資訊 而且還讓人覺得很棒很精彩 請問委員可不可以分享你的PayPal給大家 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在這裡 這個問題 核心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很棒很精彩 這樣子一種感受要怎麼樣去營造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是你可以刻意去營造的 主要還是讓大家覺得說 在這裡面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梗 有一些出乎意料的這些東西 所以像我在博恩夜秀的時候 博恩就有注意到說 我想幻想得非常快 而且裡面會塞非常非常多的梗 那他就是發現到我完全不在意觀眾 到底Gate到幾個梗 我們就隨便丟 就是每一句話都是梗 但是有一些可能你要回過頭來才能夠聽得出來 那有些是講得非常非常快 其實我也沒有預期有任何人真的能夠聽得出來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人聽得出來 那聽得出來這些人他要馬會心裡笑 要馬哈哈他笑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也變成共同創作者 因為他旁邊的人都笑不出來 只有他笑得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用說 這叫什麼一個shitteless 就是說只有所謂in joke 就是只有聽得懂才聽得懂的那種笑話 所以如果我的文本裡面 或在我現在講的這些裡面 充斥著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那對每一個人來講 其實你本來就不需要get到全部的笑點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旁邊的人覺得很棒 旁邊的人覺得很精彩 那偶爾輪到一個你有聽過的 那你也覺得很棒很精彩等等 所以大家都陷入一個那個不明覺理 的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說不是很明白 裡面到底有多少 那至少有一些很厲害吧 那這種感覺裡面 所以我想我如果是特別放慢速度的話 這個效果可能就去不來 所以我覺得沒有特意放慢速度配合當眾 但是如果聽眾講說真的講得太快受不了的話 我有時候會在逗號 像這樣子 多情一個拍子 然後這個就是到這個程度 有機會可能問說有沒有考一張代言人 有了公益代言或是商業代言 我目前三次代言都是幫了文化部 那而且很有意思就是 一個是文化部長找我去跟那個義放勸 對不對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就沒有抽到 那就是在那邊抽獎 在那邊抽獎 對然後事後還要出來解釋說 那個這個盤面是亂說 不是說不公平 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然後另外一次是跟那個open book open book閱讀制 那去選那個年度好書 那在另外一個就是現在好像只剩線上了的 那個國際書站 那這三個當然有一個共同之處 就是他都是希望大家能夠多花一些時間來親近文化 那所以目前為止 我的代言好像都是在跟文化部合作 那但是同仁也有提醒我說 我如果一直跟文化部合作的話 那到最後其他部會就會不問過我 就拿我的肖像去代言 因為大家知道我的這些照片 其實都是私心秀權 是拋棄掉著作財產權的 也就是說別人在問的就是問我的時候 它只是一種禮貌性的問題 我如果說不行 他還是會去用 所以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客偉會 之前有做過一個梗圖嗎 說什麼唐鳳過台灣 美斷眼前腦波跟田 對不對 那這個這個很棒 很厲害 但是他從來沒有問過我 可能覺得問我就會say no了 所以他就收到這個CC秀權 我們就拿去用了 那像那個中卡企業處 在推三倍券的時候 有拍過一支很短的廣告 是我在那個天空之中 然後用那個老婆這個遙控大家 一定要去引三倍券 那個卡也沒有我過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 現在要做做財產權的關係 所以除非像文化圖事業活動 我真的得出席啦 不然在其他的情況之下 就隨便大家 那我知道我在這個牆牆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我用這個素材好便宜的 但沒有關係 我就是把自己當素材客 換一下這個 盡量使用 那有六位朋友問說 今天對於未來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大發展規劃 以及現在有沒有你認為有趣 新興能夠推薦給我們當作合作對象的社會企業 讓我們在跟傳統大品牌提案的時候 也有能夠推薦這些社會企業 來當作合作方案 那這個當然因為手機手臂都是肉 所以我絕對不會特別講什麼社會企業 但是我會鼓勵大家就是多看 我們的這個平台 它叫做社會創新平台 SI.TAIWA.GOV.TW 那這個社創平台呢 就是不要Live Demo 每次Live Demo都會出問題 好那等到它都出來之後我們再開好了 它就是所有目前有登記的這個社會創新組織 那也包含說我們每年都會辦 終於出現了 辦那個就是亞太社會創新的合作獎 那以及我們的Bine Power的特別獎等等 那還有一些行路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大家就可以花一些力氣去看說 一方面是我們在國內 到底大家目前focus在什麼事情上面 每年都有一些亮點的案例 還有歷年的得獎的名單 所以如果去找他們合作的話 那就基本上是不會有錯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些 就是還沒有得獎的 那你可以看我們國際的 這個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 因為它看的是國外的一些案例 那當然評審團也是 就是幾乎全部都是國外的 因為我是評審團召集人 但是我自己是不投票的 所以基本上台灣不太容易得這個獎 那大部分就是各國的朋友們 去分享他們的做法 好比像說像之前就有一個新加坡叫做BIM & GO 他就是讓像菲律賓的乙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時候 他如果把錢匯回去的話 可能就拿去買酒或者賭博等等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有點像是Uber Eats 的這樣子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可以在這邊購物 然後那邊只是取貨而已 那所以這一方面就是有甚至小的信貸啊等等都可以做在裡面 那二方面就是他可以很確定說 就是最基本的這些食物啊藥品啊什麼這些事情 那他可以在這邊就也有一個持家者的一個工作 不會變成說他信息苦苦賺的錢 然後就被白白的花掉等等 那在這裡面其實就跨了三個不同的關卡領域 那這個模式其實想一想 其實可以應用在背後彈簿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重點故事只是單一 特別一家的社會企業 我們在看的都是去跨各種不同部門 然後一起來營造的這種社會創新 因為一家社會企業它的量能 不管是服務還是產業都是有限的 但是你想到了這種社會創新之後 你就可以出雷旁通的去它 用在各個方面上 所以這是很歡迎大家多參考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 有另外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唐鳳委員最近有沒有看過什麼推薦的書 是太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要推薦什麼 我們就直接開Kindle吧 好 好 好 反正就是這些書 好 那大家可以發現我這個科幻小說還是看蠻多 比如說這個7Ease Exceleration 這些都是科幻小說 然後看了一些 Radical Markets 很好看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管理學有興趣的話 這是應該野中玉次郎 這個The Wise Company 那本也蠻好看的 然後也有一些是我自己純粹是興趣 好比像說那個Postner 有一本這個Demagogues Playbook 它就可以解釋美國之前發生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等等 這些都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書 如果我看已經有朋友有拍上我 所以拍了照照就可以看 基本上這幾本都是我推薦的 因為我如果看了 然後覺得不好的話 我是會把它從那個Bookstore裡面刪掉的 所以只要把牌留下來的 按照影畫的原則 應該就是優勢的這個實質 OK 有各位朋友問說 小學校長官員 你曾經在一間正常的訪問裡面說過 睡覺是最有效的 能夠充電沈澱思緒 並想要短期記憶成為長期記憶的方式 但是對於每天要不停產出創意 把加分式和加長便飯的廣告從業人來說 要如何在不停快速產出幾乎沒有充電時間的工作環境底下 仍然維持創意的品質 這個是不可能的 好 那所以 就是 還是要 就是 有充電時間 還是要睡夠 這真的是 是沒有辦法 我仔細其實 只要睡到 可能 七個小時吧 多少還是可以有創意 但是如果到六小時 五小時 等等的話 我真的就是有一種好像行屍走肉的感覺 就是我昨天看世界的方法 我今天只好遠風不動的帶來 我很難想到什麼新的事情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 其實我很多 在我辦公室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那我在 剛加入行政院的時候發現 那邊有一個很糟糕的工作文化 就是如果長官沒有離開辦公室的話 十五官都不敢離開辦公室 這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帶來的 可能從威權戒嚴時代就是這樣子 別從辦公室文化 那但是因為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成上班 遠距工作是我工作條件之一 當時覺得很標心力 到了去年大家都在遠距上班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就make a point 所以其實從2016年入格到2019 我每天大概就是五點整就下班 那有偶爾加班加到六點 那大家都說加到七點 就等於是亮黑燈 意思就是說就是過載了 而且我如果加班到七點 然後其實大家都走了 我得自己關燈關門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其實 大家可以以身作則 就是如果你是管理師的話 如果你就是很固定make a point 就是某個時候你就下班了 但是其實工作才剛開始 我在回去的車廂還是在工作 但是不會讓他覺得說 好像就是必須要陪你待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因為確實就是等到加班到某個程度 它其實是有點像剛剛講到的 大家坐在會議室開會期 開到第二個小時 大家都在想天竹竹竹竹竹的 大家都很會 但是長次以往 這個真的對工作的話不太OK 對 好那所以好的 那所以謝謝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早下班 那有自己的時間 有自己的空間 那有的時候其實創意 就是在那個時候會冒出來 又問朋友們問說 目前社群就是Google Facebook Instagram Line Twitter 這幾家獨大瓜分廣告的資源 當然也有新興的 好比像說Podcast 請問你對未來台灣社群的趨勢以及看法 會不會有更多元類型的社群崛起 當然會 這個講會是最最沒有問題的 一定會 但是會有怎麼樣我們知道 畫畫畫畫 畫畫畫 這幾星星的influencer的影響鏈 會不會更深入民眾的哪些時候 我們也想 我們可以藉由網紅幫客戶的品牌 做什麼樣更有意義的御用 謝謝委員 這個也是一個高優先級的 請看好 其實我在來這邊之前 剛剛不好意思吃到五分鐘 就是因為跟國發會 他們有發一個研究案 然後談的欲罷不能 他們在問的同樣的 也是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子 跟網紅這些新興的品牌 去進行合作 因為從工部門的角度來看 當然有一些人格非常棒 非常穩定 而且任何負面的東西 它都可以轉成正面的態度的 正向防疫的 像我們城市會官 它真的是非常厲害 就是任何刁鑽磚火等等的問題 那它都可以說 這個 你講得很好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委員教教我們 這個你早點說嗎 非常非常正向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它又有一個搭配的就是總裁 就是衛福部的開放聯絡人家裡的那隻狗 那因為那個衛福部的小編 其實就是住的地方就在衛福旁邊 所以每一次這個 趁指揮官講出什麼話來 他只要悄悄地走回他家 然後再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有新的梗圖了 他都不需要就是付錢給圖庫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永續經濟 在這樣子一種梗圖而產生氣 那所以就是總裁負責搞笑的部分 那然後指揮官負責認證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的搭配是非常的良好 但是其他的部會 不一定能夠重現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剛剛我們整個訪談就是在說 怎麼樣在別的部會 別的政府機關 或是是地方政府裡面 也都能夠重現我們指揮官跟總裁 這樣子的一種搭配 那當然他們也發現說 我好像可以一人就是分事兩腳 對不對 就是OK 就是很正面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但是一轉身就會有很多奇怪的素材 開始搞笑 那所以他也問說 那是不是有一些網紅也有可能 就是把這兩個合而為一了 那這樣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子就是 說服我們的所謂向上管理 就是怎麼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確保說這些比較年次比較長 然後溝通模式比較沒有那麼搞笑的朋友 也能夠去放下身段 然後能夠開得起自己的玩笑 所以我覺得這找到溝通的方式 其實真的跟傳統的方式真的差很多 因為以前的所謂的行銷 金針投放等等這些 大部分都是說把一個故事很準確的 傳遞到需要聽到這個故事的人那邊 但是我們現在這一套就是更圖 Humor over rumor 這個幽默屁等等 其實重點倒不是講一整個故事 可能只是講這個故事開頭的那個部分 但如果有玩過故事接龍的話 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隻可愛的柴犬 他這個會嚇到吃手熟 所以他就戴了一個口罩 就不會嚇到吃手熟了 這個故事一開始就這樣子 那後來怎麼接呢 隨便說真的 所以就是說 總裁的那一套溝通模式 它的特色就是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來接狗 那很多二創三創各種各樣子的朋友 都可以去進行這方面的複製 那當然也是因為在Internet密謀 網路迷音上面 柴犬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大宗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的去remix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不是只有總裁 還有神獸柚子 對不對 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柴犬 都是在我們的迷音式的行銷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想這裡面的特色就是 大家不會像以前一樣 只是媒體的受眾 只是所謂的媒體試讀 而是每一個人都會變成媒體的創作者 變成producer 所以Media Competence 那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接前面的素材 我們混搭 加上我們自己覺得值得分享的訊息 所以Idea was spreading 但是後來再把下一首 它可以參與的空間很明確的做出來 不會蓋上什麼版權所有翻譯必舊 我在行政院裡面很多的功能就是去看 版權所有翻譯必舊這八個字 然後去說服那個主則不會把這八個字拿掉 換成開放資料 換成CC授權 因為高手在民間 我們都是掏磚引玉 我們如果是掏磚 還不允許人家改成玉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正傳過的功能 到底可以講 那就是只是複製一塊一塊磚頭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種共創 大規模的共創 我覺得是接下來 就是多元類型的社群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裡面每一個人都有創作的空間可以做 那在以前 好比想說要做這些梗圖 像剛剛講到那個小朋友回家拍狗狗的照片 在以前其實在有高解析度的隨身攜帶的數位相機 也就是手機 碰巧可以打電話 以前這個其實並不容易 但在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來貢獻 那在以前這個收音 就是手機的收音還是不太妙 那但是現在一個比較小的 那定向性的收音品質還不錯的麥克風 也開始出現了 所以才出現Podcast這一整套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 像以前廣播人做得到的事情等等 那所以隨著這些技術越來越普及 越來越秘書化 那我覺得就是能夠創作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所謂的社群就會變成 從少數人創作多數人聽故事 變成大家一起講故事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請問委員 上次去屈臣時演講之後 對於該品牌的印象以及員工的感受 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的積極 希望我能夠辦個會員 是我的該品牌的主要印象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非常積極進去 而且像各種各樣的方式讓我辦會員 不過我現在還是沒有辦會員 要控制我腦袋沒有那麼容易 那四位還有我們問說 像千萬委員電通其實也常常 與客戶在一起嘗試數位轉型 但是也常常遇到客戶之間 有一些內部的政治因素 或者工作流程 派系能量的因素 在轉型的路上碰壁或者是失敗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分享一下 過去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包含碰壁的經驗跟失敗經驗以及如何解決 因為如果由政府介入幫忙的話 應該是會越幫越幫版本 應該是會越幫越幫版本 把其他人的處境考慮進來的話 就很容易設計一些以靈為貨的東西 就是看起來好像什麼客戶 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其實是靠承辦 爆竿兩個小時來做到 那這個就不永續嘛 又或者像說 好比像說在我們口罩實力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民間有一個社會創新 叫做口罩地圖 大家可以在手機上面 即時的透過機管加等等的方式 來看到說 即時的藥局 每一片前面的人收了卡之後 他就真的-2-2-2 如果他加2的話 你當場就打192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就是省力 因為你不需要去排那些賣光的地方 你可以專門去排那些 還有很多口罩的地方 他買到的機率會增加 那這個當然不是我們政府發明的 這個是吳展偉下面 宗德爾來發明的 但是我們去增付他 但是就在我們增付他的同時 鑰匙他們也有一個群組 但是我不在那個群組裡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們同時在2月6號 literally同一個小時 他們也發明了一個社會創新 他們用了好像iPhone 就是能夠讓所有的 全台灣的藥局的藥室 在附近的便利商店 自己列印出撿一撿 就可以用了小號碼牌 所以他們每一天 其實早上的時候8點到9點 那你拿健保卡去 他不是給你口罩 是給你號碼牌 然後號碼牌拿了之後 就告訴你說 那你傍晚可能7點到9點 再回來任何時候回來都可以 那我在中午休息的時候 幫你過卡 過卡的時候 當然這個庫存就會減低 那減低之後等到 就是禮拜晚來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你的口罩 可以把你的健保卡拿回去 那這個呢 理論上也是省時間 因為這樣的話 就不用等那個過卡的時間 但是這個是省時間 也是創新 這個是省時間 也是創新 都是數位轉型 真的很棒 但是這兩個加起來就是 好像可口可樂 配上曼陀珠那麼棒 就是爆炸 對就是爆炸 因為只要他有發號碼牌的藥菌 你在口罩地圖上面看起來就是他 一片都沒有賣出去 到中午11點59分 突然全部賣完了 然後呢 看起來就很像鑰匙在按門口罩 那所以我附近就有一下 加一道具 他在門口就用陡大的字喔 用A4指每一張指一個字 寫說不要相信APP 驚嘆號 那個驚嘆號自己一張 沒事 很大的驚嘆號 那所以當時我們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我們就算是碰壁吧 到底怎麼辦呢 那其實呢 就跟指揮官這個一向的做法一樣 就是非常勇於人的錯 就是一定不是鑰匙的錯 因為當時已經有人在出征鑰匙 我們就很明確說不是鑰匙的錯 鑰匙創造這個創新 絕對是鑰匙 是很棒的 那你今天呢 是不是他們做這個地圖的錯 也不是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 一切都是我們的錯 所以先道歉 那先道歉之後呢 那當然就是要很誠懇的說 什麼時候修好 那什麼時候修好呢 下禮拜四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四 會上一個版本 所以任何時候你告訴我的問題 我禮拜四就還修好 那所以在下一個禮拜四 我就加上 好比像說在地圖上面 可以分兩個 一個是什麼時候拿號碗台 一個是什麼時候拿口罩 這兩個欄位 但是當我去 我旁邊那家藥局 我覺得說 我這個新版上線了 他應該不會一直被電話騷擾了吧 他那個A4指還在那邊 他還說不要相信APP 那所以這個 我就深呼吸一口氣 強化了我的玻璃心 然後 就是 開門 然後開門就說 我要買冬蟲夏草 之類的 先跟他買東西 再說 然後 在結商的時候 就 就是順便問一下說 不是白板 為什麼那個A4指還在那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拿號碼牌的時間 是早上八點到九點 但他八點半就已經發完了 所以八點半發完的時候 那個口罩地圖上面 還是有他存在的那個情況 所以他只是把就是 痛苦的四小時 變成痛苦的半小時 但那半小時還是很痛苦 所以他還是貼在那邊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做法 我的Style 就跟指揮冬蟲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的做法叫做 開門造具 你醒你來 什麼叫你醒你來 就是我就會問這位鑰匙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 那假設你是 就是我的話 你是晃風的話 那你們怎麼做 那這個鑰匙就想想 然後他說 有沒有一個群組 我去問一下這個群組 你明天再回來 好 所以我就回去了 回去的時候呢 這個那天晚上沒有睡好 但是撐著睡到八小時 然後醒來之後 再次搶晃 我就回去了 然後再走進那個鑰匙 我在街上一看 那個A4只不見了 好 那所以我走進去 那這個鑰匙就很高興 就告訴我說 鄭偉我發現了 你們的系統的漏洞 我說什麼漏洞 他說你們在進貨的那個地方 那個介面 我們每天在一開始都可以說 我們進了幾片口罩進來 中華郵真送過來 我發現我可以輸入負數 那這個負號不是他發現 他的群組的人發現了 他實際上當天試試看 他號碼牌發光的那個時候 他就進入負1000 負1000 然後按輸入 他的庫存就變成負的 負的 負的是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他的顧客要賣他控罩 可能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的系統 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瞬間消失在地圖上 所以地圖就很準 因為地圖就在他發號碼牌的時候 然後才OK 那我就提醒他說 那你要記得衝整 衝整是一個術語 就是說你晚上關店之前 你要加1000回來 不然就是你永遠都不會出現在地圖上 他說好 但是你不要跟指揮官講 我想說這個要是社群 真的都是專業人士 已經陷入白帽害客的境界 所以嚴格來講這個算不算失敗呢 這應該算我們設計系統很失敗吧 我們沒有去檢視那個政府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剛好從那個時候的一個禮拜 指揮官就說那個鑰匙很辛苦嘛 所以禮拜天可以休息 但是有一些鑰匙他禮拜天剛好 就是可以多賣一些東西 他不想休息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在每一個禮拜天 有一個後台有一個按鈕 就是你要打烊 還是你要開店 那每個鑰匙自主決定 所以我就告訴健保守說 那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我就說 就是因為鑰匙群組裡面 已經有人發現了 我們系統可以就是消失在地圖上 但是我們不是很想說 要他們每天都要記得衝正 我們應該要提供一個正大光明的一個方法 讓他按一個鍵好像銀身斗筒一樣就消失了 那所以健保守在一番討論之後 就免與同意 那同意之後他就會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 真的就在演這兩個社會創新中間 就沒有再有衝突了 因為他後台發完的那一刻 他按一個鍵 他就從地圖上面消失了 他就把正大光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裡面有留在兩個重點 一個是說 我們沒有去責怪人們的犯 我們不是站在公民黑客這邊去罵鑰匙 不是站在鑰匙這邊去罵這些公民黑客 我們是選門一邊站 選門一邊站然後說都是我們的錯 但是我們禮拜四一定消改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真的想不出好主義的時候 就不能用玻璃性 要強化這個玻璃性 然後說好那我們開門造局 我們現在沒轍了 那你行李來嗎 行的人來嗎 那這個時候還真的就會有些行的人出現 那我們就是讓這些專業的朋友們 不管是專業的侮辱 還是專業的鑰匙 他想到的這些事情 就變成我們的 只是增幅的這個新的做法 那這樣子 到最後就是一個 結大喚起的一個結局 有問和門問說 請問唐委員的思緒這麼快 看影片會調整更多 我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都是用youtube-download的這個工具 直接把他的字幕下載來 我就只看字幕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有次問他們問說 台灣以外防疫的成功 在家工作的機會比較少 相反的 國外在家上班或上課已經成為常態 甚至其他生活各方面都變得十分癢 在數位上 同仁也有分享到 國外在數位方面的發展 短時間現在就有大幅度的增長 請問委員的問題說 台灣的數位發展 會不會有可能因此跟不上國際的腳步 或者是台灣的數位應用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發展的計畫 其實一部分的 所謂的有大幅度的發展 它另外一方面也是 它社會的不平等的程度 大幅度的增加了 在並不是在世界上 任何一個角落都有499吃到飽的 那在台灣499吃到飽 那不是我們故意的 不小心就弄成這樣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就是就算你的上學 或者是你的遠居健康上班等等 都必須要透過你的4G網路 因為你可能住在一個 光線比較浪費的地方等等 那還是不會造成很大的 財務上面的損失 但是如果是在國際上面 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有封城的地方 而那個地方的寬頻網路費用 像4G的費用等等比較高的話 那立刻就會變成是說 只有財務上面比較OK的朋友 才能夠維持他的經濟的產出 而財務上面比較困難的朋友 在這邊就直接被拋棄到上班 或是上課外面去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第一個 我不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所謂跟上國際的腳步 因為國際的腳步 在這段時間裡面其實是貧富的差距 或者是以美國來講的話 就是它的不同的社群之間 不同族裔之間 很多就是彼此之間互相看不順眼的 很多都是來自於在這個情況之下 好像誰都會把自己不太接的上課 或者上班等等這些去怪罪 特定的可能本來是亞裔 可能後面是很多別的 就是會去出征 那這個也是因為 就是關在家裡 然後又只能打字 又不太能夠看直播 因為品牌很貴 在情況下就很容易 會有一些仇恨也很出現等等 所以這些當然都發生很快 我們一點都不想要發展到那個方向去 但是就是反過來講 就是我們在這邊 就是遠距上班 或者遠距上課 是真的沒有發展嗎 我也不這樣子認為 像我們在院會 其實院會 有一陣子我們就是用WebEx在開 然後我們也有去談點說 話題像說 如果是小學一路到大學 如果要用遠距上課的話 那我們Tarnet 就是台灣的那個學術網絡的平衡夠不夠啊 它中間橋接的時候會出現 就是Polity of Service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中間只要一抽格 就算你的頻寬是很快 但是見面三分清 視訊兩分清 馬上就變成倒扣一分清 還不如打電話 所以就是在這中間有很多 就是Backbone 所有的這些 Infrastructure 這些基礎建設都要做到 那這個我們都有去做談點 所以我覺得確實是經過這次疫情 我們有談點到 我們在各個國內的主要的網際網路 中間交換的一些瓶頸 那這個也都有做到 那還有就是說 在偏鄉的思緒到未來無拘等等 我們也有比較充足的預算 去確保說 在那邊的上班上課 然後以及就診等等 都有充足的頻寬 那我覺得備而不用啊 是真的比較好的 比起說 我們硬要大家用 在不適合的時候還用 那我還是比較prefer 就算現在 其實大家戴口罩見面也只剩兩分清 但是這樣子 見面兩分清 至少中間不會抽格嘛 不會突然之間這個生意滑掉嘛 什麼之類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的互信啊 還是比較容易建立 尤其是沒有見過面的人 其實面對面 真的是比較容易建立 互信的我 我真的不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特別去追 追著那種 就是在二維的螢幕上面 他們有所謂的zoom fatigue嘛 就是說 一直看這樣子的視訊的鏡頭 但是 你在看他的眼睛 他覺得你在看他的額頭 就是 你要看他的脖子 別人才會覺得你在看他的眼睛啊 等等 他長在一個情況 其實注意力真的很難專注很久的時間 所以到某個程度 我就覺得打電話比較快 我就帶到VR 像這樣 有各位朋友們問說 網路上面的資訊無限爆炸 但是演算法總是讓人 難以有意思的去尋找新的資訊來源 畫出同文字 請問他莫言是不是有特別推薦 閱讀的資訊來源 其實對我來講 我就是對演算法 其實是有一個專門的做法 這可能已經很多人看過了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那什麼是Eradicator呢 就是把它整個拿掉 那整個拿掉 就是完全消除掉 所以我看Facebook的時候 長得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中間的那堵牆 是完全不存在的 完全不存在的 它只會變成一個 綿綿緊句 像這個 If you obey all the rules you miss all the fun 這個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的特色就是說 在這一整套跟我們 我很想講共生 但是其實不是 寄生在我們身上的這個演算法 因為對我沒好處 只有對他有好處 寄生在我們身上的這個演算法 我不會給他 他所需要的那些input 他沒有辦法去掌控說 我到底是喜歡什麼 什麼東西會按讚 什麼東西會讓我在頁面上面 停留比較久等等 完全都掌控不到 為什麼因為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那我在 我在 就是所謂沒有盲腔就沒有盲腔演 但是 你不要去問 給推腿也好 Facebook也好 這些演算法 任何東西他就不太可能 去預測你的偏好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到底用Facebook或推腿做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把它當作 講明年這樣的部落的平台在用 我如果有什麼樣分享 我就po我就分享 我如果今天想到 我要看誰的文章 那我就去看他的文章 那我如果是想要說 我想要看到今天提到訪問的 有什麼 或者是我現在正在做某一項政策 我想要知道 提到這項政策的要哪些 我就用一個主題標籤 hashtag 或者是我就做一個全文檢索等等 那我一下子就可以突破同文層 因為一開始就沒有同文層 可以演 那我看到就是所有正在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而且如果我有具體的 能夠貢獻的地方的話 那我就會在底下說回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跨出同文層對我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我一開始就把同文層拿掉了 那所以如果你也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些好像困在同文層的這個問題的話 成績的推薦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那現在好像已經不止Facebook 剛剛看起來Twitter等等 他都這個可以支援 真的可以稍微就是安裝一下 有問朋友們問說 最近看到Steve陳世君YouTube創始人會來發展 也就是我們就業金卡 台灣GoodCart的第一個拿金卡的朋友 那美國辛苦創造這麼多的新創產業 都有華人的聲音 台灣有這麼多的軟體跟硬體的工程師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建立台灣的YouTube 陳世君不是回來了嗎 那今天沒錢呢 還是沒有市場呢 政府能不能夠扶持這樣子的網路產業 確實在台灣在做2B的生意 比起2C來講都是還是稍微容易一點 那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這個硬體產業鏈 非常非常的雄厚 所以我的朋友只要是學軟體工程的 到最後他都發現說他要就是創業以前 他先去硬體產業 用他們那個就是每18個月 或者每18周回周期的方式來開發 不但是非常的穩定 收入也非常的穩定 而且他就是反正存到一定的錢 他就會開始創業了嘛 那我很多學軟體的朋友 都是這樣子做的 幾乎無一題外 有意外就是直接去西谷了 所以在之前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的坑空就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比較少這種 所謂軟體這樣做一種創新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就推出了亞洲點西谷政策 那個點是我放的 亞洲西谷不是我放的 那個點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要把亞洲變成西谷 不是說要把西谷看到亞洲 而是說台灣可以去作為 在亞洲這邊的各種創新 跟在西谷那邊的各種創新 這兩種不同的文化 中間的一個橋樑 一個連接者 那我們當時的幾個主要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確保說這些跨國的大公司 都不是只把台灣當作一個市場 而是當作主要的研發基地 那這個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 那也因為地域政治的關係 反正要去香港的海岸 都跑到台灣來了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Data Center也好 或者R&E AI的發展等等 那現在都會發現說 台灣真的就是 有開始有純軟的這個生態系出現 就不一定要跟硬體 好像是一定要配合硬體的節奏 但是這個海系才剛剛開始 像我們就業金卡 當時就是為了這件事情設計的 那但是在整個2019年有沒有發到500張 可能不一定有 那但是現在就已經瞬間 好像快2000張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防疫做得蠻好的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網站 完全不是政府的 它是社群台灣GoPro.com 那它這邊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一些新的訊息 那包含說就是去年的一個聖誕禮物 12月25號在科技部 它有一個所謂 Amendment for Relaxing Requir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egory 那它做的是什麼呢 它就是連到行政院的整個公報網 那這個公報就是在說 我們每一個人 他在申請就業金卡的時候 他要向某些部會去證明說 他是值得這個金卡 他可以在這邊生活工作 想用健保甚至家屬啊什麼都可以帶來 那包含就是從一年到三年 三年之後還可以renew 你到第二個三年的時候 因為這五年之後 如果對我們有很重要的貢獻 是我們很需要的人才的話 那你甚至還可以不用放棄你本來的護照 然後就直接規劃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那這個聖誕禮物做的是什麼呢 它是科技部公告 修正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具有科技領域特殊專長 自己有成效 那這個專長是什麼呢 你看本來科技部是什麼 是你得過諾貝爾獎 你得過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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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他相當的 這個國際獎項得主啊 或者國家科學院院士也勉強 也可以啦 國家院士級的學者也可以啦 那這一次呢 他的聖誕禮物是什麼呢 他是其他對我們 科技級的最恐懈之力 Litarily everyone 所以就是說 這次的凶生是加十一十二十三 就是說十一是說 你曾經有做過新創 曾經被詬病過的高階主管 或者研發團隊就可以啦 或者是說 這個你有曾經在創投過 基金的高階主管 曾經工作過啦 這兩個就一大群人啦 然後 By the way 你只要有貢獻錢 我想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聖誕禮物啦 所以也希望大家告訴大家 就是說 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只要他對科技有貢獻的潛力 不用還有什麼貢獻喔 得潛力 但是他有這個潛力 就可以歡迎 來體驗一下這個 也就是台灣這邊的健保啦 那當然除了健保之外 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都歡迎在台灣各大商 多多加了解 那今天我們就 是不是就講到這邊 還是有 大家舉手發問 或者想要勉勵 之類的 委員提供機會給我們舉手發問 非常難受的 所以剛好有人沒有帶手機 有沒有人喔 問題 可以跟我們大家一起合照嗎 可以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我坐過來嘛對不對 然後再上台 一般就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